如果以善良的心与人相处 尽可能地赶垮他人 即使得不到别人认同 或是大家因此离你而去 你还是因为善行而获得许多福德 二 如果自私恶毒的心与人相处 教别人做不善的事 如纵情与乐 安弄是非 结党严丝等等 你就做了严重的坏事 将来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和灾难 一个都不能少 一 生命的存在 没有形体大小的分别 都是有情种生 不管大如大象哪大 或者小如蚂蚁那么小 都是一个生命 我们都不应随便杀害 二 特别是看起来数量庞大的蚊虫 也不可以轻贱对待 不论多大多小 就生命而言 一个都不能少 心善就好 一 在家居士不能只是做个灵异上的佛教徒 他必须勤于闻思修 在界定会上努力 为了真正实践佛法 在家里就做个好的家庭成员 在市场上做个好职员 好伙伴 在社会里面 做个好的社会人士 三 锦儿言之 就是做一个心善的好人 能够做一个很善良的人 就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的未来 好心一生俊 好心一生俊 一 所谓的恶友 就是能够摧毁我们任何善根的人 不幸的是 我们身旁 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人 他们就像病毒过敏月一样 慢慢清洗你的健康 我们总要等到问题严重了 才赫然发现那是不好的 而对于自己到底如何 从小出渐渐被影响和转变 却毫不知情 三 要如何预防及治疗这些病毒 不敏元及其他病诊 那就是服用佛陀所指定的好心一生俊 让心充满良善 自然会驱走任何恶力破坏 优优独播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佛法也不是光打坐 研究 这是基本 终点呢 是要去实践 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放生 把鱼 放到大海好快乐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那那些要被屠杀的壮生 我们要救啊 比如说 牛啊 羊啊 猪啊 鸡啊 那救来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要成立互生园区 要有土地 要找很多人 要有建筑 所以希望各位呢 也不断地关心这些 中华互生协会 一直在推广这些 在台湾将近二十个地方 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 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 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 是猪啊 是鸡啊 但是他们也是我们的父母 更重要的 我们四个互生园区 是专门养狗的 至少有三千多只的流浪狗 但是各位 流浪狗更需要大家关心 所以希望各位 多赚一点钱 多互持互生园区 多互持生命电视台 多救这些即将被屠杀的流浪狗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鸣 台湾救狗协会 有一天 163 打赚 5飞 1 2 1 2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监狱交给你 你也会管 医院交给你 你也会做 所以学佛首先你要做一个好人 进一步做一个有能力的人 好人就是相信因果有悲心 有能力的人就代表有智慧 所以学佛是要让我们增加生活的能力 进一步呢 增加生命的能力 所以既然各位学佛了 什么都要参与 因为讲空性 所以像我们常亮大法师要做助持 哇 这什么都要会 武堂功课要会 建筑要会 收钱要会 广工人要会 没有一样不会 生老病死他都要会 会而不执着 那可以 会 但是我随缘 那可以 但是学佛绝对不是说 我今天学佛了 所以我不会搞音响 我不会插花 所以既然学佛了 生老病死都要会 今天我们要超度 超度就是跟鬼在一起啊 要会招待鬼啊 进一步超度他 鬼是谁啊 祖先啊 父母啊 我们不希望他做鬼啊 希望他去极乐世界 不但会招待看不见的 还要能够帮助看得见的 人 还有这些动物 今天我们要放生啊 所以各位你要会养狗哦 你要会养猫哦 像我们 我们在台湾有将近三十个护生员 我都跟他们出家人讲 一人负责一个护生员 照顾牛啊 狗啊 猫啊 鸡啊 鸭啊 你要会照顾他 进一步你才能够超度他 这个叫大乘佛教啊 为什么 空性 万事万物都跟我们有缘 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所以 学佛的大慈大悲 是什么呢 念一下 服务众生 对 这个就是佛教所讲的 幸福之道 成佛之道 就是帮助别人 服务众生 所以 佛教希望我们 学佛的人 不分在家出家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都能够达到 不伤害众生 进一步服务众生 不伤害众生 我们可以叫小秤 这样你自己才不会受苦轮回 进一步能够帮助众生 那你才能够成佛利益众生 所以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如果这个行业 有伤害到其他人或生命 这就不应该做 今天是六才力 是宿代天王 失察灵感 善恶之力 放车代重 修持百观在解 不思想 不讨德 不饮 不梦义 不饮酒 不敏着 花雷之城 不着香花瓣 不香油豆腥 不管听寡不 不灰西西 要就是七哉 过五不信 随时讲到 阿密豆腐 慈悲的路上 有你真好 小明天使你起头冰净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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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啦啦啦 啦啦